欢迎收看小星星讲堂 一起变瘦变美变健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观念 到底是要健保还是要保健 那健保跟保健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就字面上的意思 健保就是健康保险 那保健就是保持健康 那如果让你选 你一定选择保持健康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为什么都选择了健保呢 他们通常是觉得说健保是成本比较低的 但其实健保的成本更高 为什么 因为健保其实就是临床 健保就是临床 临床就是你已经躺在床上 医生用强制的方法 或者是有副作用的方法 让你自己恢复健康 但是健保呢 其实健保就是预防 健保就是预防 预防疾病的发生 所以在你还没发生疾病之前 就用预防的方式让它不会发生 这个叫做保健 这两个的差异就在这里 那到底要如何做到保健而非健保呢 其实只要做好几个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让你做对一半 做对一半以上 那到底方式有哪些呢 总共有三个方向 供大家参考 因为每个人的保健方式不太一样 那第一个就是 清除过多的自由基 自由基已经被证实说 存在人体里面 会对人体有很多的伤害 因为自由基很容易被氧化 当氧化了以后呢 就会产生很多现在文明病的病变 那怎么预防 或者是阻止自由基的产生 就是多补充一些蔬菜水果 抗氧化程度比较高的蔬菜水果 或补充一些回生素 健康食品 来让你的自由基清除 那第二个呢 就是活化年轻的立腺体 如果有学过医学的人都知道 立腺体是细胞里面 一个很基础的单位 那立腺体就是人体的发电机 就是细胞的发电机 你的立腺体如果老化了 会让你的身体看起来 耳眉精神就是活力很不好 那你的细胞当然没电 你自然而然代谢就会不好 引发很多不好的后续的状况 就有点像电池 电池用久了它 蓄电力变差的意思是一样 小朋友他小时候 他不睡觉都不用都没差 可是你年纪越来越短 越来越大你会发现 你很容易就累 而且睡一整天也累 这就是你立腺体 已经开始接近老化的状态了 所以要怎么恢复立腺体的健康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正确的体肅层 联合国现在已经很证实 这个其实北胖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的发生源 所以我们要怎么让自己的 身体的体肅层变得比较正确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维持健康的议题 那男生呢 你的体脂率最佳的状态 就是17% 17% 那女生是23% 23% 让自己的身体的体肅层 维持在正确的方向 最正确的比例 你的身体的代谢也好 或者是体态也好 或者是你的骨头的支撑也好 都会变都会比较比较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至少做到这三个 这个清除过多的自由基 然后活化年轻的力线体 跟健康的体组成 你的保健就可以做到 基本上的一半以上了 以后如果有更多的专业的知识 欢迎大家收看 小星星的魅力人生 那这个部分 我会跟大家再一一的做介绍 谢谢大家